印度之旅的第16天 我到达了城市阿格拉 来看看印度排名第一的旅游景点 太极林 太极林由末二五王朝第五世国王沙甲汉 为纪念爱奇Mutazuma汉所建造的林木 工程历史22年雇用了2万名的工人 以及耗资3200万印度卢比 原料使用了白大理石、黑大理石和红砂石 加上颜色各异的半宝石点缀 工艺高超极其奢华 当你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安检门进入 你会经过吉拉卡哈纳 一指门屋房廊的地方 这个地方通常会被游客忽略 因为虽然太极林是为了沙甲汉国王第三任妻子所建造 但前两任妻子其实也埋藏在门廊区域的两个建筑物之中 太极林的正门称为达瓦萨萨萨萨萨 是通往陵木的唯一路口 代表着世俗跟天堂相隔的交接 使用红砂岩为主体 黑白大理石以及其他半宝石镶嵌装饰的城 门的形状是一种叫做一万的波斯建筑工艺 它是一种带有拱顶的弹形门廊 象征通往神圣场所的通道 普遍清真式的大门都是使用这样子的建筑风格 通过这门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花园与喷泉 花园最后通往太极林 这个花园象征着天堂 因为当时衣扇叫国家都非常的干燥 所以花园的存在代表着富饶 喷泉代表生命 花园中央有一个大理石高台 包含了五个喷泉 目的是让来到天堂的人们满足渴望 整个花园使用对称的穆斯林风格 英国殖民旗唯一更改的元素 是将部分花园改成现在的草坪 以及在中央喷泉上添加的大理石座椅 太极林在1983年被联合国指定为世界遗产 是印度穆斯林艺术的瑰宝 印度斯人泰戈尔曾经这样形容它 他说太极林就像流淌在时间面颊上一滴孤独的泪水 高高的耸溢在河岸上 摩尔王朝建筑艺术是一种将波斯物名 伊斯兰以及印度教风格融合的建筑风 太极林前前后后里里外外 更是将这种工艺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太极马哈源自波斯语 意思是所有宫殿的王冠 相传国王沙甲汉跟妻子穆塔塔塔马汉 竭离19年感情非常要好 并为他生了14个孩子 只可惜在最后一次分娩的时候 因病而死 当时人Mutatsumahan死后追封太极 所以称太极马哈 死前他让沙甲汉王答应他两个遗愿 一个是终身不能再去 另一个是为他建造一座永垂不朽的美丽林墓 而后沙甲汉招募了各国的设计师 以及印度跟中亚甚至远从意大利而来的工匠 花了22年打造了太极林 让他被誉为印度伊斯兰风格建筑的顶峰之拙 在古代太极林作为林寝 更多的意义代表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因为伊斯兰传统严格禁止人像和动物像 所以太极林大部分的装饰都是花卉 书法以及少量的绘画 林墓内部跟外部一样也是八边形 在建筑物的中央位置你可以看到八角形的大理石围栏 中间放着国王沙甲汉跟妻子Mutatsumahan的甲石棺 真正的石棺其实在地下的密室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国王沙甲汉埋藏在妻子Mutatsumahan的左侧较大的石棺中 因为当时林墓只设计给皇后使用 沙甲汉死后由儿子将他埋藏在母亲的身旁 这也是林墓中少数可见的不对称元素之一 在大门旁边你可以看到用黑色大理石镶嵌的经文 这些经文由书法家Amanathan的设计 形成了上宽下载的书写方式 当观察者近距离观看的时候 会看到上下相同大小的效果 实质上太基林并不是全由白色大理石建造的 而是以红砂砖为主体白大理石覆盖 再用各种半宝石黑大理石镶嵌装饰而成 林墓的主体是一个八边形的建筑 建筑四周有四个高雄的宣礼塔 宣礼塔向外倾斜了15度 为了就是防止地震时向内倒塌 破坏了林墓主体 林墓的主体两侧有两个真假清真室 面对林墓右边是清真室 左边被称为访客厅 清真室是按照严格规定所建造的 里面有五成两米的石室 用来保护皇后下葬前所放置的空间 访客厅则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四四周年纪念的访客招待所 一个是为了对称清真室所建造 因为正面不是朝向卖家圣地 不符合清真规定 所以不能当作真正的清真室作为朝拜使用 太极灵真的很美 无论从远观或是近观 在印度让我拍最久的景点就是这样 拍累了就在旁边的椅子上静静的看着他 舍不得离去 也因此2018年开始规定 最多只能参观三小时 如果超过三小时没离开 会被罚款 太极灵是国王沙甲汉跟皇后爱情故事的前半段 后半段的故事跟我现在所在的 阿格拉堡息息相关 传说建造太极灵之后 国王沙甲汉有计划在河岸对面 建造一个全黑的太极灵与之相连 象征永不分离的爱情 只是当初建造太极灵已经让国库空虚 最后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1658年 太极时候的21年 国王沙甲汉生了一场重病 所以王位暂时由长子达拉设政 这也引发了四个王子们的权威斗争 最后由三儿子 欧雷尔赛 击败其他兄弟上位 最后尽管沙甲汉国王已经完全康复 但欧雷尔赛 还是将其软禁在 阿格拉堡八年的时间 本来沙甲汉国王在星期五 会到太极灵去缅怀气质 但在人生最后的八年间 只能远远的遥望太极灵 思念他 所幸最后儿子还是将他与母亲葬在了一起 也许这就是身为帝王家的悲哀吧 阿格拉城堡 它是末沃尔王朝最重要和坚固的据点之一 它是由第三位末沃尔皇帝 阿格拉在一个古老的遗址 贝德卡哈上建造的 阿格拉于1558年到达阿格拉 它下令用红沙岩翻新城堡 每天大约有4000名建筑工人工作 从1565年至1573年耗时八年完工 城堡设计为半圆形 城墙高21.4公尺 总面积38万平方公尺 城堡由多为国王当作首都使用 促使建筑风格非常多样化 到了沙甲汉国王时期 因为他与祖父阿克拉不一样的审美观 城堡内大部分白色大理石的建筑设计 都是他改建而成 虽然1638年他将首都签字得理 但依然居住在此 直到他死后 城堡逐渐开始破败 过往的辉煌只能埋藏在时间的洪流之中 虽然城堡逐渐破败 但依然可以看出往日的辉煌 光是建筑工艺以及建筑群的规模 都可以想象得出当初王国的强盛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 沙甲汉里马哈尔 它坐落于白色大理石 汉马哈尔 这也是沙甲汉国王最早对城堡改建的尝试 再者还有这个公众厅 这个公众厅是国王沙甲汉 听取朝政的地方 它有美丽的拱顶跟梁柱 天花板跟柱子的部分 都涂上金来装饰 还有这个沙甲汉马哈尔 也是国王沙甲汉为妻子 穆塔斯马哈所建造的 楼塔内部跟太基灵的设计风格相成 上层有一个大理石圆顶楼塔 周围设计成阳台使用 楼塔的中间有一个漂亮的雕刻喷泉 也就是这里国王沙甲汉生前最后八年 被儿子软禁的岁月里 也只能透过这个楼塔 遥望远处的太基灵 失恋他的棋子 如果有空闲的时间 不妨多留点时间 细细观察这建筑群里的每个角落 对于摄影爱好者 这城堡内处处都是美丽的场景 可以抹杀你无数的敌片 为什么你给他们钱 这是一个资料 一个公司的资料 你得到吗? 但有个人只是资料 对吗? 有个人只是资料 是的 然后你去资料 有100资料资料 我会想到你,你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我会想到你